你现在就需要开始使用N8N 但是等等 如果我告诉你 你可以完全免费零成本在云端部署它 而且你只需要一键操作 你会相信吗? N8N是一个强大的工作流自动化工具 类似于Zapier或Mate 但它是开源的 你可以自己部署 完全掌控你的数据和工作流 跟着这个教学 即使你没有任何程式技术背景 也能在一分钟内云端部署你的N8N 而且完全免费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在开始操作前 我想简单说明 为什么要用云端部署N8N 而不是本机部署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免费本机部署 我之前有一支影片介绍 如何在本机部署N8N 没看过的朋友 可以点击连结来观看视频的教学 首先你的电脑必须一直开机 N8N才能持续运行 而且只能再加一个电脑 你才能打开你的N8N 相比之下 云端部署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运行 即使你的电脑关机 自动化工作流也能正常执行 而且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都能随时打开你的N8N 假设你有一个每天早上7点半发布标普讯号的工作流 如果架设在本机 你就必须7点半开着电脑 还必须打开docker才会自动执行 又或者你有一个自动回复客户的AI机器人 你也必须自家电脑随时开着 还必须占用你的电脑使用资源 但如果你部署在云端 你就能真正达到自动化工作 自动让N8N无时无刻为你服务 所以我个人超级推荐进阶的用户 一定要用云端来部署N8N 首先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直接从N8N的官方网站直接云端部署 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个云端部署的费用非常贵 你可以看到它的START方案就要20欧元 而且你是年付费的方案 如果你今天把它修改成月订月的话 要每个月24欧元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 这样的费用其实是比较贵的 我们其实可以用免费的方案来去部署 那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用免费的方案来部署 那当然其实官方文件也有教你怎么样去架设自己的SERV 包含Zegito Ocean Rook还有Tesner Cloud等方案 但是这些方案并不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因为这些方案都比较偏规 而且设计上很复杂 其实你点进去看文件文档也是很复杂密密麻麻的 我也实际使用过 我觉得真的很不方便 我希望能够一键快速的部署 那现在就要告诉大家一个一键部署的方案 让你快速的把你的N8N架设到云端上 首先我们来到Zeeber这个平台 点击我资讯栏里面提供给大家的连结 你会发现G5团长邀请你加入Zeeber 那透过G5团长的注册邀请码 你和我都可以获得5积分的免费方案 那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他的每个月的最低的开发者方案就是5美元 那这边是他的定价方式 他最受欢迎就是开发者方案 就是每个月5美元 那如果你每个月的使用量没有超过5美元的话 就会用5元来收费 那如果超过就会依照你资源使用的量 如果超过5美元超过很多就要付越多的费用 那基本上前面5美元他会有个限制 如果你在5美元以下 在5美元以下基本上都是不用钱的 不用另外再加钱 那另外加上我们刚刚直接用我的推广连结 去注册的话 第一个月都直接免费 所以如果你在5美元以下 你基本上第一个月都是不用钱的 那如果你超过一个月5美元才需要再额外付费 那当然你使用的量越多就会需要付越多的费用 但是经过两个月使用下来 基本上要超过一个月15美金是不容易的 除非你的工作有非常多 你有非常多自动化的工具才会超过这样的费用 我会认为大部分个人的使用者 10美金应该都是绰绰有余的 相比官方直接给我们20欧元 甚至24欧元一个月 这个费用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如果你本身有Github账户 我会建议你直接透过Github继续 那如果你没有就直接透过电子邮件继续 那你必须输入你的电子邮件账号 然后再点击透过电子邮件继续 那接下来的注册步骤都很简单 它会寄送一个email到你的电子信箱 那这边你就会看到Github直接送一个 你的魔法登录连结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 点击登录 那接下来选择你试用的语言 点击下一步 那这边可以加入Github的社群 它有一个Discord的社群 就直接点击下一步加入社群 好那这边有它的服务条款 就直接点击 好点击就可以直接加入 接下来我们就点击建立新专案 那因为你本身是免费的用户 那一开始免费的用户 你不能选择这个Amazon的服务 那我会建议你直接去付费 好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设定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你的付款设定 你把你的方案去做升级 升级的方案就是选择开发者方案 去选择注册 基本上成功注册 团长和你都可以直接获得5美元 所以你一开始储存5美金 基本上就够你一开始使用 好那你储存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点击控制台这边 就可以每次就点击建立专案 那建立专案这边会选择你的伺服器 那我就建议大家选择台北台湾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直接从模板部署 好那这边首先第一个就是N8N 那如果你本身你看的时候不是N8N 那你就直接搜寻N8N 那找最多人用的N8N 那目前这个最多人用的是5倍学院 我会推荐大家使用5倍学院的这个方案 来去直接部署 因为5倍学院的学长 他可以帮我们更快的做一个N8N模板的维护 那我们就直接点击部署 那这边部署这边你就可以点击到 部署到台湾 那这边他会要你输入网运 你就直接点击你自己要选的网运 你可以直接输入你自己喜好的名称 自己的名字 那这边他会使用的是 Zebra他本身的子网运 那我们按确定 好接下来他就正在部署 就可以回到专案里面 他就正在部署了 那接下来等到他 这边有出现运行中就已经完成部署 那我们现在等待他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我们这个网运 那在他部署的当下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如果你今天你自己本身有网址 你可以部署自己的子网运 那怎么样去部署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这边点击Manage Manage这边就可以去设定你自己的网运 你可以点选这边绑定自定网运 就可以绑定你自己的子网运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等待这个服务状态 变成运行中 我们就可以直接执行 那我们这边已经出现运作的时候 我们就点击这边 好 这边就可以安装在本机一样 我们就可以开始注册你的email账号 注册你的账号名称 last name cast word 你就可以开始使用N8N了 那注意这边跟你的本机的账号密码 其实是完全一个不相关的 因为你在本机其实也有用Docker来加深 那如果在云端其实也是会有一个自己的账号密码 那基本上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所以其实你的email账号跟密码都是可以设定相同的 那你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设定你的工作流 非常方便 那如果你将来发现这个专案你不喜欢 你也可以到这个这边来去设定 直接按 参除专案只要把这边入入这个按确认 那就可以删除专案了 超级方便 那为什么我说是0元免费部署 因为你可以到你的控制台这边 你可以看到设定这里 这里有一个推广连结 团长的推广连结是 金瑞GINRY 那你可以自己设定自己的推广连结 那只要你推广的使用者 他成功付费 你的朋友和你自己都可以获得 5美金美元的现金折扣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这边去设定 去分享你的连结给你的朋友 那只要你推广超过了两位或三位的朋友 使用你的连结注册成功 而且成功付费你就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个服务 而且最重要的是 Zebra 他本身的创办人是台湾人 他自己本身也有建立这个 Zebra的社群平台 而且是中文客服 客服如果有中文客服那是多么棒的 如果你今天使用国外的平台 他基本上都是英文的回复 那如果你英文不好 你要沟通上实际上会很不方便 而且大部分的客服通常都要等一段时间 可能要等待Email回复 但是这边的Discord频道 差不多10分钟内就会有人回复 所以超级方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他有一个英文的社群 那也有一个中文的社群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使用上问题 如果你安装部署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的话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做问题的求助 直接发问题 那甚至这个Zebra的创办人 他本身他都会直接来回复 他甚至会直接用一个Zebra咖啡 就是直接加入一个线上的语音 直接来跟你来做对话 所以如果你部署有任何的问题 这个创办人都非常的热心 而且创办人本身你的工作团队 也会很快速的来回复你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方便 非常容易 而且在Zebra购买相关的云端服务 都可以用半价的优惠来去购买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 当然如果你也是台湾人 那就赞助一下台湾人 使用台湾人的服务 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创业家 我相信这也是很棒的 而且Zebra本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Agent的服务 那这个Agent的服务 可以直接来帮助你来部署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部署的N8N服务 你可以直接点击这边N8N送出 这边也会有一个AI部署的助手 他会直接帮你去搜寻Template 他会问你说 你想要用哪个直网域来存取你的N8N 直接输入这个 这边直接送出这个用Agent 他也可以自动一键帮你来部署 那这边他会问你 你要建立新专案什么的 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AI Agent 来去直接部署 你可以选择台北台湾 那这边他也直接用AI Agent的方式 直接帮你一键的来部署 好所以你看他这边就用这个AI Agent 直接帮你部署完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到你的平台 这样他也是可以一键就帮你部署完成 所以非常的友善 如果你有其他的 像是Wordpress网站 或者是你想要部署其他的服务 你都可以去查看他自己这边就有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像比如说你要做这个 Wiwi RSS订阅服务 还是什么你要资料库 MySQL等等 Lobchat还是OneAPI 还是Wordpress还是DeFi 都可以用Zibir 来去做服务 以上就是如何用Zibir 来云端部署N8N的介绍 那如果你有更多想要学的AI工作额 尤其是AI结合投资相关的内容 团长即将举办一场直播 那直播名额目前开放500名免费的名额 如果你想要加入直播 就赶快点击底下连结 来加入我们的免费直播 上次有很多人都错过了这场直播 非常的可惜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场免费直播的话 赶快点击底下资讯来连结 来报名我们的免费直播吧 我是巨虎团长 希望你用AI投资赚大钱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